从小我们就听到这首歌 那个歌词真的就是很鲜活地去描述到我们当时的心情 就是梦里面你才能够见到黄河状 梦里面你才能够见到长江美 急切地想回来看看祖国大陆 1992年 彼时在台湾从事品牌咨询工作的许贝林 代表公司参加了在深圳举办的首届平面设计展 这是许贝林第一次来到大陆 这趟旅程也让她萌生了来大陆创业的愿望 时至今日 她仍然记得登陆之初的兴奋 1992年举办了第一次首届的平面设计在中国 这是首届 而且是针对两岸三地 这是我第一次回到祖国大陆 当我要踏入祖国大陆的土地之前 其实我是很兴奋也很期待的 当我看到这些企业家的时候 他们那么努力 他们有那么广大的市场 然后我就有可能把我在台湾完成不了的梦想 我希望能够创建世界品牌 但是我发现大陆企业是有机会做到了 所以我们94年成立公司的时候 我们又许下了一个红业 我希望用30年的时间 为中国创建世界品牌 回忆起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环境 许贝林说 尽管竞争对手都来自国外的澳美 郎涛等 但其语言不通 文化背景不同 容易出现水土不服 借助旺盛的市场需求 它所在的企业顺利扎根并迅速发展 当时的环境可以说是非常繁荣的企业 都想做品牌 品牌意识已经有了 虽然有国外的美国的澳美 日本的Pulse 这些都是能够做品牌的竞争对手 但是由于他们毕竟是外国人 毕竟是语言不通 毕竟是文化背景不同 当时我们进入大陆市场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是别人主动邀请的 这个市场是蓬勃发展的 是真的是有很多对于品牌的创建 也是有渴求的 从1994年在大陆创业至今 许贝林参与了上百个品牌咨询与设计项目 其中步伐深圳世界之窗 北京欢乐股等大陆知名文理项目 也见证了大陆产业的蓬勃发展 对于一个这个文理 当你的这个经济发展的越好 其实你就会越想接近自然 因此我们会发现呢 早期我们所服务的对象都是主题公园 但慢慢的文理的发展 还要有乡村啊 民宿啊 乡村旅游啊 工业旅游啊 要把当地的民俗 文化 故事 历史都要把它融合在我们的旅游当中 让我们的游客能够透过旅游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整体的文化 2022年得益于会台31条措施 许贝林的企业与大陆一家国企合作 共同助力海峡两岸产业融合发展 未来 许贝林希望能推动更多台湾企业和人才来大陆共同发展 共享红利 你只要有好的技术 而且不断的创新 然后你找准市场 而且呢 你能够有很好的合作跟很好的资源整合 你仍然可以在大陆获得可能还更大的 更大的发展 大梁山的这个项目 它就是一个台湾的企业 然后落地在大梁山 由我们艾肯帮他们规划了 这个国家感染公园 把台湾的对于种植的技术跟管理的这样子的一个专业 然后带动当地的遗族的老百姓 收入呢 就涨了三倍 那这个就是海峡两岸的融合 我是êmes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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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